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攻击高校的行政化 我导演一下 我是先攻击 他后把我撤了 一直想撤 一直想撤 就没撤掉 后来因为阻力很大 后来我是先攻击 先公开了以后 他马上英生就把我撤了 您现在的状态在人大 现在就是教授 就是教课 别的没有人 没有什么一切如常 你跟校方这么干 对你个人 你不怕吗 当然也怕了 因为我觉得他的力量还是很大的 我在博特上写了 他的问题是 我是感觉 就是作为老师 作为教师 感觉状态特别不好 就是这个状态太糟了 什么状态 就是这个大学这种行政化 就是他实际上 我是说高校大跃进 他以什么方式 是以官办公司的 就是衙门化加公司化这个方式来办的大学纪 就是非常的过分 你听他讲讲 我发现咱真古鲁寡闻 什么211 对对对 什么叫211 21就是上个世纪 90年代初启动的 就叫面向21世纪 办100所世界一流大学 就是用高投入的方式 你别管高投入的方式 你别管这个 咱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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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所 然后呢 98年5月又再追加 在这个一百所之中再抽出三四所来 再用砸钱的方式 对 这里 叙述的 985 985 你说这个现在大学就是个衙门 但是过去是清水衙门 但是现在呢 钱进来了 油水 油水了 这水就深了 水很深 非常深 完了 你想 就是 他们是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砸钱的方式 在短时间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它是靠什么方式呢 它是靠不改变体制的情况下 什么呢 它把原来的衙门体制再给你注入公司的机制 再注入公司 就在注国家的钱 这就 这个是我那个时候有听说 就985的那个时候 我听说就原来大学教授嘛 我们的同行 原来一两千块一个月 后来那个时候呢 一下子加到七八千块 就是加很多的钱 对 那么通过一定的机制 我当时就感兴趣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们教授一下子突然加这么高 那么旁边的党委书记啊 总职书记啊 还有学校里很多行政人员怎么办呢 他说那也要相应的 比方说后来就出现了很多党委干部都兼职教授 都凭上教授了 那问题这么多钱砸下来 要办一般说名校这个钱怎么分配呢 具体到学校里 他就是有有拨款啊 而且有拨款的 别人拨款的 别人拨款 而且有的地方还有地方配套 什么叫配套配套至今 地方还注入 比如你就掉在杭州吧 这两者会给你注入你 对那这钱给谁 干什么用 谁说了算了 这个就是啊 就说就是这个问题啊 就是钱多了以后 钱多了以后 这个官僚这个衙门 变得很有力量 但是衙门他又不干正事 我就说你说他现在不说这个不光是22985 这一百所一百所 他实际上全国的高校都跟进 都跟进 都跟着你走 完了 那个他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整个高校的评价体系呢 很奇怪 我是说是自娱自乐的体系 你比如说 比如说是那个就是那个何音熙刊那个发表述 何音熙刊我们知道何音熙刊现在都是可以买的 都是卖出版费的 都是卖出版费的 你知道何音熙刊吗 何音熙刊 不知道 这个发表述呢 你就可想而知了 而且呢 他现在各高校他还规定什么呢 你有的就是素质生 有的是博士生 毕业 毕业的教理论文 何音熙刊文 现在好像要取消了吧 没有 今年毕业生还是要求 还是要求 就我们学校而言 压力极大 所以很多 都被买 对 你现在开户啊 你只要是学生投稿 马上给你个单子 你的稿子录取了 但是请教 做多少 买免费 核心期刊呢 就是大学里呢 学西方的一套 西方呢 其实它不叫核心期刊 它叫referee channel 就是 referee就怎么说 匿名评审机制的杂志 但是呢 他们分等级 那么中国呢 其实在这个系统之外 自己列了一套 就当时有一百家 还是怎么样 所以后来我们有个朋友 开玩笑 他说我们就办一个杂志 杂志的名字就叫 核心期刊 这里有水分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什么呢 我说它是土法练钢 你让硕生和博士生 教这个核心期刊论文 它是凑你这个 学校的这个发表基数 我把这个数量都弄出来 就像我们过去大学界似的 那个正就跟钢厂练铺钢来 发露群众 土法练钢 他这个 你他根本教不出来这种论文 只能是买 然后一买了这些杂志呢 本来这个东西 它是贴钱的 不赚钱的 现在突然他发现 他发文章能够赚钱 因此这个性质就变了 你知道现在一些有名的杂志 到全国各地开会 那都是人家怎么招待的 那些编辑都怎么招待 为什么人家要在你上面发文章啊 我有个朋友说 我们以前常常收到人家约稿 就是说你来 他说现在为什么这些杂志约稿少了呢 原因就是说他不必来求你的稿子来 他这能卖钱呢 你明白这个道理没有 他能卖钱呢 他就把那杂志给你腐化了 他把又给你腐化掉了 所以啊 那天我还翻 就那个陈南青老师最近出本书嘛 退部局 那个续编 他在这里边就讲啊 就是说当年在清华开会 就说请你做教授啊 说你有什么学术著作啊 那陈南青就说 我没有任何学术著作啊 我不就写过一些那个杂文吗 然后过会儿 这个人人事处的这一干部出来 递烟 陈老师你那算学术著作 那还是学术著作 所以他现在他就讲啊 他说现在老师教授和学生的这个关系 他认为啊 以师生关系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他认为是 一个是权力关系 一个那权力关系就是利益关系 所以到现在你看 包括老师和老师之间 教授学者和学官之间 是权力关系利益关系 是一个买卖关系 就是你现在这个关系 对你这学界 我怎么听着有点像政界 有点像商界了 就是半政界半商界 要按复科的理论 这些都是权力 知识跟权力的关系 对 就是像您刚才那天还讲一段子 说打官司 也是教授抄袭 是啊 就是你们五大的很著名的一教授 没有我们五大 我们五大还是比较好 你们五大不错 对 其实吧 他就有点冤 就是你们五大的是 作案不是最多的 但是被抓了最多 那时候五大人老师 你说话朗话 五大老师 没错 我也抄过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抄袭它是这样的 实际上它反映 刚才你们说的 学生跟老师这种不相当的关系 学生给老师打工 很多都是抄袭老是学生抄的 但是他最后成果是要挂老师的名 老师放第一位 所以最后接触出来以后老师也抄了 但是有时候你比如说像武大 对不公堂打官司 对 你那个抄的是什么呢 抄的是一个垃圾书 抄的 抄个垃圾书 学生抄的 这不是老师抄的 但最后是给老师名出版的 这样你说这个事怎么办呢 对吧 完了就老师打官司 老师就打官司 打官司老师比较有力量 学校也支持他 打官司 打官司之后 这个理鬼就把理鬼告到了 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我抄的这些都是常识 常识你都抄 糟糕不糟糕 你都定个规定 常识无罪 所以这就说到教授人格的问题 不过说到这个问题 我最近有一个事 也出了个章名第二 叫邹恒甫事件 你知道吗 我知道 邹恒甫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我对这个人有一定的兴趣 我给你讲讲他的故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张明老师知道 这个邹恒甫啊 据说是个很牛的经济学家 就世界银行的研究员 那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就聘他当教授 可是后来呢 也是跟你那一样的院长啊 把他给开了 哎呦 这大信封一直送到 他世界银行的这个办公室 可能是邹恒甫觉得 相当的这个羞辱是吧 然后就上书教育部部长 而且在博客上 哎呦 我觉得他可真是不客气 兜底全揭发了 说你别让我念念他这个话 说中国人民 特别是中国的穷苦人民 我要向你们坦白交代 我们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清华 什么精管学院特聘教授 还有许多海归教授的工资福利 让你们了解这些喝中国人民血汗的一族 里边就说呀 这俩学院服务的特聘教授 有每年26万的工资福利 而且还就骂那个院长啊 院长你在外边兼了多少个独立董事 你整天出去巡回讲课去 你把你洗黑钱那些事都交代交代 而且还说话跟那个当年的学弟啊什么还是 谁谁谁你不要跟这个院长学 老去摸钱摸钱有什么用啊 不就是多包几个二奶吗 这话都说 还有说你们啊 在北京之外巡回展览 讲课搞课题 搞七世道明的学位班 等等五花八门的 不要在海淀税务局交税的收入吧 而且说什么 还说某某某教授 你不要对钱和中国妇女同志太着迷了 你的学问也最多是三流啊 这一下子就大家人人议论 这事张老师您好像你还接受采访评论呢 对对对 我介绍我因为当时他们要比较一下 我说那个我是我周先生这个事 他呢他比我强势 他比我牛多了 他的背景是他哪里出来的 他是哈佛的 哈佛的博士 原来是中国内地的 对原来是武大的 他原来是武大的 这是武大出人才啊 哪个年代的 他就跟我们差不多吧 都七七八几的 你是他就说 有造反基因 不不他说 你看他是卖文为生 这周恒府说 我有强大的经济力量 我不尿你这壶 所以我敢跟你叫板 当然从另一方面有人讲 这个人好像有点 适才 傲物 你比如说有时候上课 可能就讲这院长 没学问 误人子弟 那玩意 张文明是九流的 他是三流的 张文明是九流的 说的越点 就是骂你下九流 他这意思就是说 你要开我这么一教授 他们其实我觉得都涉及到一个什么呢 就所谓高校民主管理的问题 我看你也主张这个 就是学校教授和学生做主的问题 对 他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比如说像我说 张宏浦这个事情吧 就是说你这个理由呢 你也可以成立 就是说你课施不够 但是问题是这种机制 谁能把它开了 你谁是监教授 你谁能把它开了 你原来给的那么高的荣誉 怎么突然间说开了开了呢 如果北大同样条件的人 为什么不开呢 而且就算是他最干万死 那你也得有个机制 只有我觉得那个院长办公会 是不合适的 这个在香港 如果要大学里开掉一个人 难于上青天 他那个机制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你大学里边 经过好几级的委员会 然后你解聘了 他有一个另外的独立的上述委员会 他可以去上述 那上述出来以后 就像你说的 如果你说他上科学生反应不好 他是三点五分 那他跟上述委员说 你看有某某老师三点一分 他还在教呢 那为什么要开点我这个三点五分 你说他的论文少一年一篇 他就说某某老师的一年 还不到一篇的 他还在做 为什么要把我开掉 结果有一年 我记得我们学校要解除十几个人 最后十一个人上述得职 也就是说都没解雇品 所以后来到了大家都同情校长了 什么都同情说 哎呦解雇人太难了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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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要像你说的 这个比如教授联席会议 甚至还有学生会的代表民主管理 我怎么听着这一项夺权呢 你这叫像谁夺权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夺权的问题 就是都是在党领导下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对吧 你不是说教授会议就是 你不是说院长办公会就是党领导 对吧 教授会议就不是 我觉得不是 没有这个问题 咱们体制上也没有这么规定过 对吧 你其实我觉得好多事都是这样子 就是说就这种事吧 比如说有些都是技术性技术性的事 你比如说该解聘谁 该聘谁 是吧 就是学术上的事 技术上的技术层面的事 比如说职承该谁评 是不是 嗯 如果我那个事 谁承该谁评 是吧 学术委员会由谁来组成 对不对 这些事都是些都是些学术上的事 其实跟这个政治没多少关系 对不对 没有他牵扯不到党的领导问题 为什么就觉得不了呢 所以你刚才讲香港 我还有一个事 就说香港大学的校长 我那天看篇文章 说他呀 利用自身的名望啊 干嘛呀 其实他像个拉赞助的 到社会上搞很多钱 他主要的工作是拉钱 对 好像 但是呢 很多钱来了 就像咱们可能教育部给你拨很多钱 但是很多钱来了 这个钱怎么用 给哪个客期基金 校长反而没那么大权利 就是校董会啊 甚至是一个学生会的代表都要出来 你说香港出一个什么怪招 他是这样 你学校如果能募捐到一千万 我政府就贴你一千万 你明白没有 那这个时候你的校长的募款能力啊 就等于是 就是你看你能拿多少 政府给你多少 然后像我们那个校长啊 他就动用私人关系 因为他做经济的嘛 对 他说他把自己的私人的交情全投进去了 比方说我跟你私人朋友 你给我投两百万吧 人家就看着他的面子 把钱投进来了 投进来他没有发言权的 但是呢 一个荣耀 就是学校能够做到 哈佛更是了 你想想哈佛的钱 所以我听了半天啊 我觉得啊 这个我原来老有一个印象 觉得学校总是比我们纯洁啊 净土啊 这个没关系 当然 这个跟那个没关系 就是说纯洁不纯洁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们那个院长跟张文英区别都在这一头 张文英我觉得他还是能拿钱的 还是个拉赞助 他还能拉钱的 他虽然也学校 他不那个院长就开人的 但是我们这个院长根本拿不到钱 你知道我们学院最大的赞助是什么呢 是从那个理发店那要弄了两千块钱 在理发店拉两千块钱 对对对对 说明是很丢人的 他是政治学系 张文英是经济管理学院 文化管理学院院长 不是我 如果要我当的话 我都能给他拿钱 政治学习怎么拿钱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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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样可以有企业家朋友 没有什么问题 不是说非的企业家都去玩纸经济 但是 但是你就说 咱还是说老话题 你这个权力和巨大的利益 结合在一起之后 我就说现在看来 任你学校 庙里都会出问题 就是 你现在 就还是说我们武汉 教会都会出问题 对 你像武汉 武汉科技大学 你出俩都成笑话了 我那天看 人都这样 我跟你说 人都垫了钱 都会垫坏 关键是有没有机制 给人制约他 没错 你不能说 江校长 你不要拉钱 这肯定要拉钱的 但是问题 这个钱拿回来 不是说我 我揣的了 我弄两万万 我都得揣 这不行 这有人整 所以我就说 讲最近看的事 我就看着很逗 而且就发现文人之间 他这个不是 学校里 这个人际关系 武汉科技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反贪局 收到一封举报信 说这个校长贪 是吧 结果一查 果然是他 就是这个学校的工程 因为他决定的 发包给什么工程 就是这种问题 然后到他家去搜 到处搜不出钱 后来就发现 在卫生间的天花板上 他有个缺口 打开一看 两个密码箱 问他老婆 密码箱密码是多少 打开这密码 一个密码箱里 60万现金 然后他老婆崩溃了 框起往床上一躺 要不是 要不是 反贪局也催了 对 要不是反贪局都会看 人家破案子会看 就是说 他怎么往床上躺的 你起来 起来 了该床板 床板底下 俩床板底下 又俩密码箱 一个60万 一个80万 整个从来超出300多万 超出300多万 然后调查的时候 这个书记一直配合 说 我们就要出这样的事 我痛心疾首 可最后发现 怎么那封举报信的笔记 这么像书记的 然后一查 原来举报信是书记写的 他不是他领导 他直接管 所以校长还说 这书记整天不干正事 就给人穿小鞋 告状 结果到最后一查 连书记也是个大贪官 书记也受惠 就是校长书记 俩人一对他受惠 他是这样的 其实中国的高校体制是这样的 有的学校 就是书记说了算 有的学校就是书记说了算 看谁强势 看谁强势 因为这两个 他不是一地的 不像地方 那县委书记 那就是一把手 没什么说的 但是学校就不一样 学校不一样 有学校书记 厉害 学校长厉害 那就不一样 像这个是校长厉害 所以校长猜的多 那书记才几十万 书记就不平衡 把他告了 是这么危险 把他告之后的 发言就他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你们俩都是教授 我问一个特别傻的问题 就现在这种种的这些事情 你说这个教授 或者说你们学者 还有人格 就是说人 我们还有理由 期望你们的人格 比我们高一线吗 很难 职业道德 我想这更应该期待的是职业道德 比方说 以我在大学里这么多年 你要追求制度的平等 你永远会失望 比方说香港很多制度比在内地好 可是就因为刚才讲的这个情况 内地的杂志的问题 评审的问题 海外对内地的学术成果 是非常比看低的 是让我感到很不公平的 比方说在香港 你写五本中文书 不如一本英文书 虽然理论上讲中英平等对待 可是那怎么办 你整天去反抗吗 你也去写信吧 香港草人那更简单了 马上把你弄掉 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不管它的制度再坏 你自己做你的学问 这个东西始终是存在的 你在那个制度里争 你妨碍了你的精力 妨碍了你的时间 最后你就还是亏的 你知道我们吧 你先敢好一点 我们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一到头上来 就是说你已经很难有一个安静的出作 他就各种的评审体系 他逼着你去做 那些东西 就是说你 进不下 你为什么 刚才我说那个核心期刊发表书 然后是课题书 国家课题书 然后就学校的就是你的一级学科 什么叫一级学科 国外都不知道 重点学科 你的学科 你就是重点 我学科就不是重点 但这些东西全是靠这些东西来吹出来的 靠谁来贡献这些数字呢 就是教师和学生 所以说教师就忙着做课题 而课题就是我们社会的课题 基本上是胡说八道 我跟你说 为什么呢 比如说他有可以指导 每年晚上 如果今年吸引三个代表 就全是三个代表的 明年吸引科学生会 全科学生会的 他就不叫学术 你知道吗 一看他就不是学术 咱不是说三个代表不能讨论 但是你得学术化一点 你不能说全是玩 但是这个课题很大 钱越来越多 大家都去争 而且你拿不到钱就算你没做研究 就是你没做 所以我们常常说 我们整天在写研究汇报 我们哪有时间做研究 那不就等于培养这个政治的学奴吗 政治的奴才吗 是啊 他这个官僚体制 他里面还不单是政治 他什么的 而且这个就在管理的时候 控制的时候 比如说钱分配 比如说我们这里头 除了国家课题 还有个单位的课题 各单位的课题